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出来的一小段有关于唐居睡信灵君这样的文字 那么这段文字其实很简单 它的意思基本上就是唐居去跟信灵君说 这世间有些事情你是不可以忘掉的 有些事情你是应该去忘掉的 不可以忘掉的事情就是 人家如果对你有恩的话 你绝对不可以忘掉 但是反过来讲 如果是你对别人有恩的话 那你最好不要记得 你就最好把它忘掉 当然这一段文字里面 战国车的这段文字 唐居还说了说 譬如说 人家如果讨厌我们 我们是必须要好好的反省的 反省为什么人家要讨厌我们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轻忽 但是反过来讲 我们如果讨厌一个人 我们就不要让他知道 不要让他知道 不要让他知道 并不是说 我们很世故 我们很阴险 我们很狡猾 不是的 因为我们大概有我们的成见 我们大概有我们的偏见 我们讨厌一个人 我们的讨厌不见得是对的 既然不见得是对的 你为什么要让他知道了以后 去伤害到他 去影响到他 唐居跟信宁君所说的这些话 我们如果孤立出来看的话 其实他的道理非常的简单 就像我们小时候读 读一些座右鸣的文字说 诗恩是圣物念 受诗是圣物忘 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那这个道理 我觉得很简单 我们观众朋友们 应该也都非常的熟悉 而且很多人应该也做得到 那假设说我们做不到 我们就应该要常常的来告诫自己 要常常的来提醒自己 真的 我们今天如果对别人 给了人家什么帮助 我们如果给人家什么恩惠 我们真的不要沾沾自喜 我们真的不要以为我们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我们应该很谦虚 我们应该觉得说 哎呀 这老天爷对我还不错 让我有这个能力 能够帮助别人 能够帮助别人 让我能够去为自己 其实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为自己能够来造一些福报 那别人给我们恩惠 那当然 我们一定要 要记得 不但要记得 还要设法 加倍的回报 像星云大师常常说 滴水之恩 永泉以报 人家给你一点点恩惠 我们确实要 我们确实要更加倍的去回报他 这才是该做的事情 历史上非常非常多的人 他们之所以留下来 如果他留下来的是 美好的名声 他一定是 就是所谓的 对人家给的恩惠 他不会忘记 并且会回报 至于自己给别人的恩惠 因为就觉得 不过就是举手自老了 所以今天唐居 在给信林君讲的这些话 其实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待人接物上 其实都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 只要我们自己 确实常常提醒自己 常常勉励自己 我们就可以做到 那其次我想 我跟大家谈一下 跟这个有关的 就是谈一谈信林君 也许大家 也许本来也了解 也许 也许很多的观众朋友 其实是陌生的 我所谓的陌生的意思 不是说大家对信林君陌生 大家对信林君大概都知道 因为他是战国士公子之一 那他是魏国的公子 那我说 大家也许不知道是整个信林君的 他的一些 一生的几个重要的事情 换句话说 跟今天我们谈的 唐居睡信林君的背景有关 在这个部分上呢 我们观众朋友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就建议 大家可以去拿司马迁的史记 打开司马迁史记里面的 《魏公子列传》来读一读 《魏公子列传》是一篇很容易读的文章 而且是一篇很动人的文章 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司马迁啊 对信林君啊 他基本上是推崇的 非常推崇 他给信林君 一个四个字的评语 叫做人而下士 人就是仁爱的人 下士就是理贤下士 那我们从司马迁的评语 就可以知道 在司马迁心目当中 信林君他很仁慈 然后他很理贤下士 实际的《魏公子列传》里面啊 讲了几个故事 我可以跟大家稍微简单讲一下 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幕场景 非常地吸引人 什么场景呢 信林君 大家都知道 他仰士 就是仰客啦 就是 仰很多的门下客 那所谓仰门下客 当然就是 那谁是人才 他就去把他礼聘过来 他就去奉养他们 那有一天他听说啊 一个守城门的老头子 一个守城门的老头子 叫侯盈的 他是一个贤者 所以信林君就亲自去看他 那在史记司马迁 深花妙笔的描写之下 信林君自己架了车子去 去了以后 因为侯盈住在市场里面 非常 非常简陋 非常脏乱 的地方 但是信林君就亲自下车 亲自去迎接他 那有趣的是什么呢 有趣的是 这个时候 在信林君自己的官邸里面 都已经发了很多的请帖 然后大家 宾客都来了 然后宾客大家都知道 就是王侯这些贵族啊 这些将军啊 等等等等 那他们听说 信林君去请一个高人 所以他们就在那边等 结果没想到 来的是一个 其貌不扬的招老头 那这个就表示说 信林君是 只要是才能之事 他就绝对不用 他贵公子的这种傲慢 也不用他的地位 他一定是自己很谦卑的 然后去 去来礼贤他 来礼聘他 那我讲这个重点是什么呢 事实上牵涉到跟今天 唐居劝有关啊 这要讲到他的背景 这背景就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战国四公子的时候 其实秦国也好 齐国也好都是大国嘛 那魏国跟赵国相对来讲 就会比较小一点 唐居为什么会来劝信林君呢 就是因为赵国有了外患 然后赵国向魏国去求救 但是魏安息王啊 魏国的国君呢 他非常怕这个秦国的力量 所以他虽然派了军队 派了一个大将劲比 但是到了边界上 他囤兵不动 他在那边观望 那赵国的平原君呢 是信林君的姐夫 那平原君就来 来拜托信林君要去救他 我们长话短说啦 结果信林君 最后用了猴吟的计策啊 就找了一个立士 然后去找禁笔 请禁笔要出兵救赵 可是禁笔啊 不听 不听那只好怎么样呢 只好用立士把禁笔杀掉了 把禁笔杀掉以后 就带了禁笔的军队呢 去救赵国 后来就把赵国解救了 解救了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可以这样想一想 那么信林君 他还能回到魏国去吗 大概就不能回到魏国了 所以他就留在赵国了 那留在赵国 结果赵国的国君 为了感谢信林君 所以呢 就要把很多土地给他啦 等等等等 那给他以后呢 信林君就不免有点自满 因为自满 所以唐居就来跟他讲 我们刚开始所提的那几句话 那这样的话 各位观众朋友就知道了 他的背景是什么 原来背景就是 信林君救了赵国 居士留在赵国 刚开始的时候 信林君是交金自满的 是洋洋得意的 那唐居就来跟他说不可以交 那死记里面 倒是没有特别指出唐居这个人 他只说有一个说客 跑去跟信林君说 说类似的话就是 人家对你有恩你不可以忘记 你对人家有恩 请你忘掉 我可以补充 这个说客讲的话 是战国策所没有记载的 他怎么说呢 他说 更何况你要这样想 你现在对赵国是有功 你对魏国 抱歉 就算不得是忠诚了 这个话呢 那就是 如当头棒合一样 就给 信林君 来一个阵容发挥 所以信林君 就赶快赶快地 就接受了 这个说客的意见 那 我们 讲的这些背景 主要是给观众朋友知道 他的来龙去脉 但是最后呢 我想 我们不妨 透过堂居睡信邻君 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但重点在什么 重点在信邻君就欣然接受 那就表示信邻君 他对正确的意见 他的能够查纳亚言 他也表示信邻君 是一个有反省能力的人 那我在这边就很希望 来跟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大家一起来勉励一下 其实除了我们要做到 说人家给我们恩惠 我们不要忘 我们也还要 勇全以报之外 我们其实也应该 要尽可能地 要训练自己 要讨厌自己 是变成一个能够反省的 反省说起来很容易啦 其实是不容易的 反省其实是需要 有非常大的勇气的 古人说 知识尽忽勇 所谓知识 其实就是知道自己 做错的事情 做错的事情 知道自己 知道什么东西 是不该做的事情 所以以信邻君来讲的话 你看他本来交金自满 他本来觉得 他对赵国很有功劳 他完全没有想到 其实对卫国来讲 他其实做了 对不起卫国的事情 反省是多么多么重要的 一件事情 多么多么重要的 一个功夫 那我想我们今天 借着唐君 睡信邻君 我们除了唐君 所说的之外 我们也来一起训练 培养我们自己 反省的能力吧 献给旅行者365日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